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致辞时,抨击美国的例外主义,并强调,绝不允许西方谋杀苏联二战时期做出的贡献。 普京在阅兵式上致辞,塔斯社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,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为国战争胜利73周年阅兵时,俄罗斯总统普京在阅兵式上致辞时,抨击美国的例外主义,并强调,绝不允许西方抹杀苏联二战时期做出的贡献。 据塔斯社报道,当地时间5月9日上午,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纪念为国战争胜利73周年阅兵时,超过1.3万名军人,150多件我器装备,和75架航空系,参加了本次阅兵。 普京在阅兵式上强调,73年前,纳粹主义被打败,他的暴行,肆意妄为,和野蛮行径被终结,是苏联左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。 苏联人民把欧洲和世界人民拯救出来,使他们免于奴役,免于亡国灭种,免于大屠杀的恐怖。 可现在,有人企图抹杀苏联人民的壮举,埋葬英雄的真实性,伪造和扭曲了整段历史。 普京强调,我们绝不允许这样做,俄罗斯将抵制所有试图抹杀苏联贡献的企图。 另据自由欧洲电台报道,普京在演讲中,使得了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存在,乘期助长了纳粹的侵略,而该主义现在仍是全球安全的一大威胁。 俄罗斯经常抨击美国的例外主义,例外主义,又以美国优越主义,意志美国认为,因具独一无二之国家起源,文教背景,历史进展,以及突出的政策与宗教体制,故事上其他发达国家皆无可比拟。 普京表示,得清楚世界面临威胁的严重性,战争永远都是对生命本身和其中一切美好事物的挑战,我们牢记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。 这是历史的教训,新威胁背后显露的,仍是陈旧而丑陋的特征,利己主义,侵略性的民族主义和恋爱主义,我们清楚这些威胁的严重性。 他强调,所有国家都应意识到,和平非常脆弱,我们彼此相互倾听,信任和尊重的共同意愿,可以巩困。